当这个产妇在第三孕期的时候 因为子宫的压力很大 腹腔的压力很大 整个把腹脂往外推出去 导致这个腹白线呢 它没有办法好好地维持结构 进而引发两侧的腹脂肌往两边吐出去 除了美观之外呢 也有可能就是在腹脂肌分离那个小洞里面 会有脂肪的堆积 大家好我是终极解疑师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解腹脂肌分离 腹脂肌呢就是我们身体最前方下段的 两条平时往下的肌肉群 这就是腹脂肌 那腹脂肌中间呢会有一个肌腱 把两侧腹脂肌黏在一起 这个肌腱叫做腹白线 那腹脂肌呢是我们核心肌肉群的一块肌肉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许多的动作都会用到它 腹脂肌分离呢 就是当这个产腹在第三孕期的时候 因为子宫的压力很大 腹腔的压力很大 整个把肌肉往外推出去 导致这个腹白线呢 它没有办法好好的维持结构 进而引发两侧的腹脂肌往两边突出去 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在第三孕期发生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人会在产后 才会发现这样的状况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第三孕期的时候 腹脂肌的肌脂肌很大 所以外观上会比较不明显 一直到小朋友一出来之后 腹脂肌分离的那个样子才会比较明显 另外呢如果是体重迅速增加变胖的话 肚子也会因为压力往外涂 也许也会有类似的效果产生 进而引发腹脂肌分离 腹脂肌分离本身并不会透 但是呢如果患者需要使用到核心肌肉群的时候呢 就会感到比较无力 那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腹脂肌分离的判断方式 就是呢你要先躺下把膝盖弯曲 脚呢就是平行的贴在地板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右手呢放在肚脐的上方 然后慢慢的呢就是仰卧坐起 慢慢的坐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你整个腹脂肌有在搜索 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发现腹脂肌是往两侧分离的时候 你就把手指放到中间的那个洞里面 看看那个洞到底有多宽 越宽就是越严重 原则上腹脂肌分离的定义就是 如果那个宽度是大于两公分 就可能有腹脂肌分离 除了美观之外呢 也有可能就是在腹脂肌分离那个小洞里面 会有脂肪的堆积 常见的症状呢有明显小腹 或者是无法听中午走路 或者是某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那另外也有人会觉得也会性胶疼痛啊 骨盆腔疼痛或臀部疼痛 那刚刚有说过姿势不良 也有可能让你有其他的身体的部位 有一些不舒适感 最后也有些人会有一些便秘的轻松 谈后呢 两侧的腹直肌如果可以腹位的话呢 其实中间的腹白线 它还是可以将两侧的腹直肌重新连在一起 主要原因是因为腹白线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一个结构 所以只要不是拉扯到太夸张的话 它是有机会自行修复的 那少部分情况呢 就是那个腹白线 经界已经被拉到完全松弛了 这个时候可能腹直肌就不容易 在往中间烤绵连回来 可能我们就是要做额外的治疗 总共有三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 那第一种治疗方式呢 就是运动 但是呢 要做到有办法使用到深层肌肉的运动 譬如说腹内斜肌的运动 才有办法让两侧的腹直肌 慢慢的往中间烤绵 那另外呢 也要小心不要用力到 让腹直肌往两边突出 例如说做阳务起坐 实际上是会让腹直肌分离更加严重 第二种治疗呢 是使用医疗仪器 有一些医疗仪器呢 可以透过直接刺激腹部的深层肌肉 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例如说呢 市面上的ZFIL 记忆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的原理呢 是透过电磁场脉冲 直接刺激肌肉神经 把肌肉缩缩 它可以直接刺激你所需要的深层肌肉 而不会诱发你的腹直肌往两侧推出 这种治疗的好处呢 是比较轻松 因为不用自己用力 另外呢 也不用担心说 你的动作不标准导致效果不少 这种治疗也没有什么静静 一般的腹直肌分离的患者 都可以使用它 另外呢 在治疗后也要特别注意 不要过度的让腹直肌收缩 给它一点点时间愈合 等到愈合好呢 再来好好的锻炼它 第三种治疗呢 就是直接做手术 不过原则上 这是比较少人会去做的 原因是因为 要做手术就是要把肚子打开 然后把肌肉重新缝合在一起 所以呢 恢复期会比较长 腹直肌分离的患者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也许都不太一样 所以建议要做治疗之前 先找一个专业的医生 做整体的评估 确定你的状况之后呢 再给予适当的疗程 大家好 我是中继型医生 那 那 如果你有腹直肌呢 建议呢 还是 还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在这里 我 先 肚子 从 弹 你们 ace 后 大家